脚心状的糖 大家有吃过吗 甜蜜甜蜜好冰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贝小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一次我有做过一次 关于糖玻璃的实验 在那次实验中 由于模具的原因 两次实验接连失败 然后今天我又我玩的做了一次 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看一下看一下 这次我只做了半块 没想到一下就脱模下来了 其实我制作这块糖玻璃 主要是想模拟 在电影中击碎玻璃的场景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3 2 整体来说 这块糖玻璃 炸裂的效果和玻璃差不多 就是 这个表面 好像有点湿啊 在生活中 我们吃过各种各样形状的糖 比如灯泡糖 圆形的棒棒糖 星红糖等等 但是 脚形状的糖 大家有吃过吗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挑战 用我的这只脚 来做糖 OK 那我们先来制作模型 这是一次旧的鞋盒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5分钟之后 8分钟之后 应该差不多了 我试着将它拔出来 放进去容易 拔出来很难 好了好了好了 有有有有 完蛋了完蛋了 我看 我看一下看一下 既然模型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就开始糖的制作 制作的方法和制作糖玻璃 是完全一样的 4杯的水 7杯的白砂糖 2杯的玉米糖 2分之1杯的塔塔粉 那接下来只需要将它加热到145摄氏度 到150摄氏度就可以了 2度 下来 味囊 这个糖的颜色更加明显 我还特地买来的色素 加一点四笑 3 142 145 好吗 3 2 1 我觉得我可能忽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初做模型的时候 这个克隆粉和水 是以比3.5来配比的 但是由于高温的作用 这个水可能已经吸出到了 这个糖里面 可能现在导致这个凝固不了 看一下 哇塞 现在是凌晨的3.15分 事情目前并没有像 非常好的方面发展 这个完全是它吸出来的水 我已经吸出了这么一大杯 目前的话 这个里面 这个表面 还是处于糖吸的状态 但是里面的话 还是比较的坚硬 不管是好是坏 总需要有一个结果 哎呦 哎呦 我好疼啊 哇 这个没有水分以后 变得超级硬 这几个是什么鬼 我感觉我做了一个 鞋垫出来的样子 不过成型还是可以 起码还是非常的硬 虽然这次实验 可能并不是太完美 除了这几个脚趾 但是好像短了一点以外 这个基本的形状 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 起码脚底板凹凸有致 对于我制作的这块糖 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脚脚糖 呃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这块糖 我是先从脚子开始吃呢 还是先从脚底开始吃呢 在线的挺极的 对于这块糖